大家有多少人看了大狗昨晚的直播 他昨天碰到的对手失眠是和他同俱乐部的陪玩 但却因为打赌完不起不给钱 以及破防之后辱骂老板而引发了众怒 大狗和他的老板合力将他的种种言行告诉了管理 而失眠不仅不知悔改 反而还对管理不尽 最终毫无意外的被管理踢出了俱乐部 今晚他依然不服气的又来找大狗单挑 并且他还带来了他的宝宝帮忙 我真希望打完之后你还是这副笑脸啊 哎你都不在群呢 你在叫什么呢 你都不在群呢 你别来恶心我的行吗 能不能打 来啊可以打 你既然有钱那就打呗 对吧你要是存了那就打呗 你别让我直接懂吗 好好好 这个这个你对象什么叫什么小关 说句话谁要接 喂让到吗 哦声音这么好听啊能听到 不是你又好听上他是你的谁啊 啊 破防歌称他的宝宝给管理预存了五万块钱 而他今晚也是杨颜杨弄死大狗 所以大狗今晚也完全不用担心他会玩不起跑路了 大狗随口夸了一句 他的女朋友声音好听 这就又成功的让他破防了 而当大狗正在和破防哥讲清楚今晚的比赛规则时 一个男孩子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队伍中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等一下 等一下我跟你说清楚 单人翻倍 你别跟我说 昨天又又搞昨天那回事 单人20 两个人加起来不算 要一个人20杀才翻倍 明白吗 宝宝你这把狗 你把保着我打 我天哪 也是真菜 我这把保着你打宝宝 保着你打宝宝 小姐声音是不错 此时也许就只有大狗听到了变声器的回声 虽然他表示疑惑 但是仔细想想 破防哥今晚本来就是为了复仇而来 找一个厉害的帮手 假扮自己的女朋友 来辅助他赢下今晚的人陀赛 也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不诚实就是他的问题了 大狗自然也是提出来 还没打呢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你没听到吗 我没听到啊 我都听到了 怎么了 有个男的在那说话 你是有兵吗 一丁炸干什么啊 有个男的在那说话 能不能打 那不是 魔宝宝在跟我讲话吗 怎么可能啊 刚刚有个男的在说话 破防哥估计害怕事情败露 所以便故意转移话题 使用激将法 让他赶紧开游戏 而月姐也表示自己 没有听到男人的声音 所以最后青木川也只好作罢 因为他们是先说好的单条 所以他的队友 也不是那么的重要 但如果是双排比赛的话 他就要考虑找谁当队友了 我手完了完了 怎么死了啊 怎么死了 高几倍怎么死了 怎么死了 有什么用啊 抱上 虽然青木川提前惨遭淘汰 但是好在月姐还在 虽说月姐肯定没他们厉害 但是在他们手底下 抢几个人头也不成问题 我跟我包子 那你也吧 你怎么了 你对他一直赢啊 我在准吗 能不会来K人头吗 你只会K人头是吗 啊 三号 你只会K是吗 你在跟我说话吗 三号怎么你呢 他K你那头咋了 你被老板K人头 你不舒服呀 怎么我打个头你有意见啊 月姐最擅长整治这种破坊歌了 她直接对回去 老板凭实力拿人头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她也无话可说 好在第一局人头差距并不是很大 现在没有涉及到双排 所以青木川也不想戳穿他们的谎言 而破坊歌却一直变本加厉的嘲讽他们 但青木川现在却拿他没办法 但川家军们却会在关键时刻出手 完了 我王第三个人 好 被拳补了 nice 哎呀 BBQ了 能不能 被拳了 哇 好可怜啊 我操牛逼 这枪法 都当死的头吗 叫什么 哇靠你这腰上真的假的 跟你学到 被全补在和平精英这个游戏中 可以说是最没有尊严的事情 看来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们 也看不下去破坊歌了 直接撞车整治他们 而我们本想看月姐操作一波的 但是很遗憾 粉丝还是有点实力的 吓得终究是假的 破坊歌今晚带着她的这个 男版女装的假女朋友 最终还是暴露了 他们也是直接摊牌 进行双牌比赛了 而大狗则毫无疑问 会找二狗作为搭档 双狗组合一起联手整治破坊歌 最终破坊歌的结局又会是什么呢 小阿姨很是期待